資料剛好就可以給陳教授參考 那個資料請工作人員給我不斷replay就可以了 那個資料就是現在選委會四個界別 裏面那個界別 委員數目 以及登記選票 所以正正是看得到 這個選委會現在的組成 它的權力是遠大於它的代表性 亦都更加是不符合公義 剛才梁家傑都說了 就是娛龍界就得過159個登記的選票 但是有60個議席 但是教育界有百萬多人都是得30席 那這些數字就是為何我們說這個選委會 是一定不能夠繼續存在成為提名機制之一的原因 你看到四個界別裏面 第一個就是工商金融 它有300個的委員數目 但是登記的選票只有26,000左右 第二個界別是專業 登記的選票是199,000 齊提20萬 第三個界別就比較古怪 因為裏面有宗教界都有60席 但是其他那些登記的選票 其實都是只有17,000左右 那第四個界別更加古怪 裏面有35個直選立法會議員 35是這1200人裏面的3%不夠 但是他們的選民基礎是370 所以整個選委會的組成是扭曲了那個代表性 是不能夠接受的 那麼我們這一節的講題就是提委會的民主程序 但是如果提委會必須參照選委會 而這個組成根本是不民主的時候 提委會裏面搞什麼機制都沒有 都沒有可能民主 這個跟我們中學讀這個邏輯數學 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也都等於選舉 選舉是包括提名和投票的 如果提名是不民主的話 整個選舉都只能夠是一個假的選舉 是不能夠令香港人信服的選舉 就算強硬推行出來的結果 也都沒有人會信服 那結果怎樣呢 真是搞到泰國這樣 這個黨執政就是那個黨就走出來抗議 那個黨執政這個黨走出來抗議 這個是更加把我們香港的爭拗 是活完活了 所以第一 我們是很希望有一個民主政黨 我們絕對不希望拘捕 但是如果是一個假選舉方案的時候 在這裡講清楚 拘捕並不足食 因為強行出了一個假選舉 那個後果對香港是更加差 那麼很多人就說我們要跟法律 那麼我看到姚教授就引出了一個政治學者 所以講那個選舉的五大要素 那麼我在這裡都引用了一個政治哲學 John Locke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講法律這一部分 那麼我隔離兩位都很熟悉 其實法律呢 為什麼大家整個社群裡面會遵守呢 因為大家認同也都大家明白 這些諮詢完畢 大家同意遵守的法律 是基於每個人都得到平等的保護 所以就算在某一部分 不能夠得到每個人的同意 所以大家大體都願意尊重這一套法律 但是如果那套法律 那個通報的實施 明顯就不能夠保障到所有人的權益 反而只是透過法律去保護少數人的特權的時候 這套法律本身已經不合乎法治精神 通過了也都不會有人尊重 所以法律其實是落實去保障所有人的權利 不是隨便說有些條文我們一定要守 也都知道為什麼我們會有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就是當那套法律 不能夠保障到平等權益的時候 會出現的情況 而其實現在基本法那個詮釋 就算大家最妥協都好 那個詮釋其實也可以體現到某程度的平等 但是很可惜北京政府 或者是同場出席的法律學者 他們都將那套基本法的詮釋收到最窄 並且加很多關卡下去 比如剛才陳教授說 溫衡性 代表性 包容性 或者剛才說的三公的程序 其實都是在基本法之上 加上更加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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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關卡 令到那個提名程序 是香港信任的人 香港支持的人 是無法進去的 其實人太多就不是問題的 因為如果有兩輪普及平等的投票 第一輪由所有市民去投票 是一定會自動有一個篩選的 就篩走了那些沒有那麼多人支持 剩下最後那兩個 但是大家記得 第一輪投票都必須是基於普及平等 每一個市民都有一個平等的權利去進行 進行第一輪去篩選 跟著第二輪 也都是普及平等的投票 大家去進行 於是到最後那個獲選的人 是可以有民意認受 可以代表香港 過去的選委會 走九七年走到現在 走了十六年了 我們香港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 住屋開始貴了三成 工資如果加到 對不起 住屋貴了三成 人工如果加到三成 大家已經偷笑了 這個就是那個選委會裡面 傾斜向商界 傾斜向財團 官商合體 令到香港民怨那麼沸騰的原因 所以我們第一要說出來 其實必須不能夠參照現在這個選舉委員會 必須不可以按這個邏輯 去令到香港很多商界的特權 繼續去控制我們那個選舉 否則社會的分裂是會繼續 公民提名是一個好的方案 因為它連政黨都不信任 其實很多現在在座 你都有政黨 人民力量都去選舉的 你都是政黨團體來的 但是香港人已經不信任政黨了 每個政黨都不信任 就覺得政黨是會出賣他們的利益 其實你在美國看到的都是一樣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 在環保和國際霸權那裡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唯一分別就是槍械和過胎和同性戀 就是分到這兩個政黨出來 所以普通人對政黨沒有信心 這個在民主發展得很成熟的國家是有 在香港自然也會有 我們自己政黨都要接受這個現實 因為政改其實我們是要安安市民的心 因為現在太過分裂 我們不能夠順暢地去發展 所以一定是要以市民的意願為大前提 政黨就是一個高民間接提名的渠道 這個也是很多其他國家已經奉行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民主派的三位方案包括提名委員會提名 有人不同意的但我都要在這裡說 所有的民主進程包括南非結束白人政府管治 包括東歐國家捷克 匈牙利克洛比亞這些 在1989年民主過度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機會 給執政開的政府 不要一下子掃你走 你繼續有得還 於是希望可以用這個妥協 這個不失原則的容忍 是令到過度更加暢順 但是現在我們有三個民主方案 是拿出來給大家622公投去選 民主公投去選 在這裡真的要跟大家呼籲一聲 其實你選誰都沒有錯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不是香港人不肯妥協 香港人已經有N個妥協方案出來 現在其實輪到北京去告訴我 他肯不肯妥協 所以622無論你選哪個方案都好 請大家盡量出來投票 告訴北京 其實很多人關心我們2017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民主的提名程序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真民主的選舉 這個數字是重要的 希望大家6月22號出來投票 哪個方案贏 其實都沒有緊要 最重要就是大家出來 顯示我們對落實民主政改的關心 多謝 謝謝黃先生的意見 黃先生的意見就是 只要提議會真正民主化 才能體現民主程序的要求 cour美 多謝 足小姐 stab